明星做工藝可謂當仁不讓 明星寵物也不例外哦 在網路上爆紅的兩隻貓咪 Nala和不爽貓攜手合作 一起在紐約為流浪貓收容所募集善款 為更多的貓咪尋找溫暖的家 今天貓糧品牌Frisky廚房對外開放 並且請來這兩個小傢伙 面對眾多媒體的圍追堵截 不爽貓的表情依然淡定 不屑一顧甚至閉上了眼睛 Nala平時在社交媒體上很喜歡賣毛 那麼今天看到她好像有一點緊張 表情弟Nala是Instagram上最紅的貓 粉絲達到220萬之多 以滑稽的動作和萌翻的表情 成功俘獲全球貓奴的心 四歲的Nala曾經被原主拋棄 帶過動物收容所 直到Pookie小姐的出現 徹底改變了她的命運 不爽貓也從2012年開始悄然走紅網絡 並頻繁在美國各大媒體亮相 主人表示 她有這一副脾氣暴躁的表情 是因為患有軟骨發育不全 導致咬合不正 當然這絲毫不影響她 6400萬英鎊的身價 比好萊塢明星還貴 除了為流浪貓募款 活動還呼籲人們獻出愛心 讓流浪貓能夠擁有自己的家